诗篇第九十二篇 称谢耶和华歌颂你至高者的名 早晨传扬你的慈爱 夜间传讲你的信实 弹奏实弦的乐器和色 又用琴弹出美妙的声音 这是多么美的事 耶和华 你借着你的作为使我欢喜 我要因你守的工作欢呼 耶和华 你的工作多么伟大 你的心思极为深奥 无理性的人不晓得 愚昧的人不明白这事 恶人虽好像草一样繁茂 所有作孽的人虽然兴旺 他们都要永远灭亡 但你耶和华永远是至高的 耶和华 你的仇敌必灭亡 你的仇敌必定灭亡 所有作孽的都必被分散 你却高举了我的脚 像野牛的脚 你用心油高抹我 我亲眼看见那些窥似我的人遭报 我亲耳听见那些起来攻击我的恶人受罚 一人必像棕树一样繁茂 像篱笆嫩的香薄树一样高耸 他们栽在耶和华的殿中 在我们神的院子里繁茂生长 他们年老的时候仍要结果子 经常保持茂盛清脆 好显明耶和华是正直的 他是我的磐石 在他里面没有不义 在这边 你寻找就能够 你能够